随着M1芯片的Mac电脑的发布 黑苹果的阵营最少遭到了1万点的伤害 之前安装黑苹果的大部分人 都是奔着强劲的性价比去了 在之前同样是1万块钱 黑苹果的精能一定会比同价格的白苹果更强 音箱配置也更加的多样性 你随便怎么配都可以 虽说M1芯片不讲武德强的有点离谱 但是游戏的兼容性方面还是不尽如人意的 所以X86架构的双系统黑苹果 在现阶段还是更适合既想使用苹果的独占软件 又想在Windows玩3A游戏大作的普通玩家 毕竟我相信现在绝大多数的小伙伴都还没有买到 次世代的游戏主机 而这次又是赶上最新的Big Sur正式版的发布 和OpenCore的日渐完善 所以我决定做一个零起点的 尽可能完整的黑苹果的教程 也算是给我将近10年的黑苹果之路 画下一个完美的句号 这个系列一共分三起 从硬件的选择到EFI的配置 到最后的安装和调试 针对主要是入门的玩家和一些进阶的用户 内容就相对比较偏向基础 老鸟可以退散了 在这里接水不敢汤工 先替小伙伴感谢各位黑苹大神 好 咱们话不多说 马上操练起来 好 我们先说一下硬件的准备 我们朝三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长期内人群 和一些轻度办公的使用者 第二个就是中度办公加中度游戏 第三个就是重度的视频剪辑 跟音频从业者 好 我们先说轻度办公 这一类的人推荐使用 迷你小主机和笔记本 日常办公推荐选用大神长期维护的 有完美EFI的机型 比如联想的M92Q 天翼的510S mini 冕王峡谷等等等等 当然还有很多 我在这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 一句话 只要有大神做过视频 或者是有完美EFI的优先 笔记本的选择 其实就更加的多样性了 在购买之前 可以参看黑国小兵和远景轮胆 或者是Tony Mag 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 是否有成功的案例 这有很多大神长期维护的机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有没有自己想要的型号 笔记本的硬件 多数都是属于定制化的 大部分的读显都是无法驱动的 后面在说显卡的时候 会详细的说明 后期如果是自己全新安装 非常容易出问题 经常搞得人死去活来的 所以说在这建议大家 尽量去找有成功案例的 或者是有大神长期维护的型号 这里就比如说 我之前买的小米笔记本Pro15寸的 或者是联想小新Pro13寸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参看黑国小兵的网站 下面我们着重说一下中度办公和重度使用人群 这两类人 一般的mini主机和笔记本的性能是不太够用的 接下来我们从各个硬件的层面 跟大家详细的说到说到 首先我们来说CPU 现在的AMP或者是Intel主流的CPU 大多数都是可以直接安装使用的 Big수已经成功的支持了789时代的CPU 还有Intel的HETT平台也是支持的 比如X299平台的i9-7900X 9900X和10980XE 至强的W2150B、2191B都属于C422平台 当然也是可以的 当然AMP的Ryzen一代和二代 甚至是全新的Gin3都是可以安装的 但是由于AMP的指令级的问题 会产生部分软件不兼容的问题 比如说Photoshop 所以如果你是想做生产力工具 恰好又经常使用图形处理软件和视频剪辑软件 那么最好建议大家还是购买Intel的CPU 中度的使用用户推荐大家89时代的i7或者i9的IntelCPU 最次您也要买i5的6核以上的带核心显卡的CPU 因为大家都知道UHD360是可以完美驱动的 并且可以实现核心显卡加速 对4K的视频播放和剪辑都有不小的帮助 除非你想安装Mac Pro机型 但是还是尽量不要选不带核心显卡的CPU 虽然HEDT平台的CPU性能都比较强劲 这些型号的白苹果都有TR芯片辅助硬件 这个是黑苹果无法完美模拟的 CPU这里推荐大家i9的9900K 如果更有钱 你就可以上W2191B 为了使用我们的黑苹果尽可能的完美 就一个原则 就是尽可能找跟白苹果一样的硬件 接下来是显卡 显卡这块咱们分两块来说 核显和独显 咱们先说核显 首先绝大多数的英特尔基于GT2或者少量GT3E的 都是可以被支持的 所以无论你是用7、8、9、10代的英特尔的CPU的核心显卡 都是可以被完美驱动的 最新版的卡特琳达和BIGSU 都是支持AMD基于GCN的显卡 现在市场上绝大多数的AMD主流的显卡 都是可以被直接免去的 但是注意啊 并不支持AMD的APO 也就是说AMD的笔记本基本上没戏 虽说近期已经听说在BIGSU11.0.1中 找到了Navi212223 也就是AMD最新发布的RX6800、6800XT、6900XT 这些新显卡的信息 但是到现在为止还并没有人确认 到底能不能直接安装黑苹果 所以想用6000系列显卡装黑苹果的小伙伴们 建议大家再等一段时间 NVIDIA的显卡支持起来就相对比较复杂 因为现在只有少数配置英伟达显卡的 这个MacBook Pro还在服役 NVIDIA的开普勒系列的6XX系列和7XX系列的GPU 都是可以支持到最新的MacOS版本的 Mac Xperia的9XX系列和PAS卡的10XX系列的GPU 都是可以安装的 但仅限于MacOS10.13 如果你不清楚你的显卡属于什么系列呢 可以去看一下NVIDIA的GPU支持的详细列表 显卡这边推荐MacOS原生支持的显卡 RX580,VEGA56和VEGA64,5500,5600,5600XT和5700,5700XT 5700XT可以在黑苹果里套用W5700X的驱动 可以进一步提高显卡的工作效率 Mac Pro黑苹果用户推荐雷7 因为这款显卡优化之后几乎有翻倍的性能表现 好接下来我们说主板 在以前主板的选择是黑苹果选择的最重要的一个参数 因为你如果选的不对很有可能你就装不上 现在随着OpenCode越来越完善 原则上只要说上面的CPU支持的主板 其实都是可以安装使用的 之前那些让老苹果用户挠墙不止的 升卡和网卡的问题 只要不是太过偏门的一些型号 比如说英特尔的2.5G的225网卡 英特尔的服务器网卡 X520、X540芯片组 其他的大部分基本上现在都可以轻松的解决了 这里尤其要注意2.5G的网卡和万兆的网卡 2.5G的网卡这里推荐8125 万兆网卡推荐免区的AQC107万兆网卡 虽然大部分主板都是可以通过命令打开CFG-Lob 实现MagOS原生的电源管理 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尽可能选择自带 FG-Lob选项的主板 这里推荐300系列的主板 升卡尽可能找螃蟹的ALC系列 有线网卡选择219、211和8111系列 现在很多400系的主板都有集成的网卡 但是最好不要买版载M.2的接口 走CNVI协议的网卡的主板 这些网卡有比如说常见的AX201 这个是WiFi6的 还有9462、9461等等 当然现在即便是201的WiFi6已经有大神可以搞定了 但是还是不能跑满代官 而且蓝牙是无法驱动了 跟WiFi配合使用的 无法实现隔空投措和随行等功能 在这儿推荐原生免区的PCIE网卡 博通的网卡和兼容网卡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有多余的PCIE插槽 你可以选择49360和49360NC mini PCIE插槽这里推荐49360HMP M.2接口推荐1830、1560和1820A 如果你只有一个PCIE插槽 这里推荐M.2转94360SC2的无线网卡 好下面我们说一说固态硬盘 大部分的SATA驱动器都是可以被支持的 无论你用的是接线硬盘还是SSD固态硬盘 只要是走SATA结构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大多数的NAME也是支持的 只有少数例外 比如说三星的PM981A PM991和美光的R200S 这些安装黑苹果的时候你一定不能买 因为它会导致内核崩溃 即使你安装了修复的插件 还是很难避免会导致启动的问题 另外三星的970 EVO PLUS 这个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需要升级到最新的呼键才能使用 大家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还有要注意的MacOS不支持英特尔的奥腾技术 虽说网上有人已经成功运行了 但是为了大家的信息安全 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尝试 在这里推荐黑盘750和英特尔的760P 如果你想找便宜一些可以考虑海康威视的 内存这里只要匹配主板买就可以了 只要不是AMD专用内存 其他的避着眼睛买肯定没有问题 图片编辑跟视频剪辑用户推荐32G以上的内存 最好是64的 理论上是能买多大买多大 差满为止 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太老的机型 都可以安装黑苹果 最近的89代机型从各个方面来说更为合适 后期升级也是比较容易的 Mac电脑从2020年之后 安装都会有T2芯片 而89代的CPU的Mac电脑19.1 是没有安装T2芯片的 升级会更加的容易 最后给大家推荐三款配置 最近有装机的小伙伴 或者是有升级的小伙伴 可以参考一下 希望可以给你在选购黑苹果的时候 有一些帮助 好了 那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相关的内容 那就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那就请你评论点赞投币订阅一条龙 您的每一次点赞评论和转发 都会对我的频道有着很大的帮助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经能 我是金水 咱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